就是我很常覺得說 活下去然後 塞胞肚子就好了 欸等一下怎麼覺得 但是很像苦行僧啊 請問 可是就是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會比較 會去表態說 我想吃這個我想吃那個 單身就是錢包胖 非單就是人胖 這是什麼結論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郎 今天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 單身與非單前後的差異 我們用自身經驗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這一集感謝乾媽 You like 脫毛 贊助本次的節目播出 除毛也是女生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小細節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好啦 我們來分享一下 單身以前的時候 你的作息都是如何的 早上上班 下班之後吃飯 吃完飯之後運動 我一到我都這樣 很無聊嗎 那聽起來蠻無聊的確實 難道你實在說 其實單身的時候蠻無聊的嗎 脫實自己啊 喔 OK 就想說應該要把自己雕塑的完美一點 可是應該其實有分假日跟非假日之類的吧 我非假日就是這樣 上班跟運動 然後這樣假日就可以去認識新朋友 所以就是假日就是 展現體態 展現體態 然後平日就是 雕塑自己雕塑的更完美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覺得你說的沒有錯 因為我好像也是 如果以大方向這樣來說的話 平日的時候 好 因為你已經在上班 幫自己儲備一些 金錢的能量 對 然後下了班之後再去運動 體態要好 假日的時候再出去 花錢 跟展現體態 對 聽起來沒有道理的耶 你們大家是這樣子嗎 就我覺得大道歸一是真的如此 是 然後交往之後呢 就會想要每天的幸福溺在一起啊 就不分假日平日這樣子了嘛 對 然後覺得 啊 真的不行 最近有點太過於幸福 我們就會約著一起去運動 就比較不會是 偷偷自己在那邊瘋狂的雕塑體態 現在是很大方的一起去雕塑體態 其實就是 在一起之後好像就 不會有剛剛那個G要去展現體態 所以平日在雕塑體態的部分 就比較沒有那麼 著重了的感覺啊 我還是有稍微啦 我現在只是轉換 比如說靠作家室啊 偷咬我耶 第二一點 請問單身與非單的飲食習慣有什麼差別呢 我覺得我單身就是隨便吃 隨便是什麼意思 隨便就是看我朋友不是會一起運動嗎 我們有時候就約一起吃飯 他想吃什麼都配合他 然後很多的時候都是小吃店或者是在家吃 然後非單之後就會想要跟伴侶出去吃 有可能會比較願意去吃那種要排隊的 以前單身超不能等 就是為什麼吃一個東西要排半個小時 No way 非單之後在排隊過程中 我們兩個人又可以在那邊聊天啊 什麼的就會比較願意 我覺得單身的時候其實會比較配合他人 就例如說只有我自己的時候 我就會像你一樣也是隨便吃 就是便利商店那是我們的好夥伴 就是我很常覺得說活下去然後 再放肚子就好了 然後雕塑身材 欸等一下怎麼覺得單身很像苦行僧啊請問 我會覺得說就是不要吃太油膩 這樣身材才會好 然後不用吃太好就是吃一個就是 有辦法讓自己體態維持的東西就好 然後夏日的時候就是配合他人 如果朋友要去吃什麼我就 喔唷唷喔好啊 可是就是在一起之後其實我會比較 會去表態說我想吃這個我想吃那個 單身就是錢包胖 非單就是人胖 啊哈哈哈 這是什麼結論 好下一個接下來第二大部分是有關外表的部分 其中第一點我們就是要提到的就是 穿搭啊大型啊體態啊 在單身與飛彈的時候有什麼差別呢 我覺得你差別蠻大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認識你的時候 你很喜歡穿各式各樣的背型 比如說那種蛙背背型 比如說那種細肩戴背型 或者是說你會穿one piece穿裙子 就是很girly的穿著Style 但是你跟不在一起之後你就穿得相對保守 直到近期你才比較又有把one piece拿出來穿 然後又開始穿背型 這件事情我真的可以好好講 其實我覺得因為你交往對象不同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互相配合彼此 然後每個女生的體態又不同 他就是比較適合穿一個T恤或者是什麼的 我就想說兩個出去要搭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的穿搭 可是最近我真的覺得 趕快在我懷孕之前還有本錢就是 再拉一波的時候 對趕快就是穿少少啊 也許我一輩子就沒有辦法再穿這樣了耶 不要這麼悲觀 也許 這是個也許啊 但是我跟你說 就是有時候穿著可以用色系搭 我一直以來都說可以用色系搭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超黏 就一定要穿跟我一樣 不行嗎 可以 好來下一個 交往前後包包內容是否有差異呢 現在進行分享 請問你交往之前包包裡面都會放什麼東西啊 我其實就會找家裡的紙袋 手機鑰匙錢包丟進去 因為有時候會抓一個塑膠袋 就這樣提 我個人覺得你這個抓塑膠袋的部分有點特別 我希望現在你可以立刻去找一個塑膠袋 現場演繹給我們看 你如何做這件事情 好啊 來來來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紙袋我覺得大家可以理解 紙袋是這種素的 手機錢包鑰匙 站起來拎著他看看 這樣走啊 不要能理解 而且看起來是蠻體面 現在依然有人這麼做 請問我們解釋塑膠袋的部分 以及你如何挑選合適的塑膠袋 下雨的時候紙袋會破掉 什麼時候叫哪塑膠袋 塑膠袋呢 因為我臨時找不到我最喜歡的 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種 有一種是扁的 然後是這邊有個握把體帶 像買衣服的那種袋 哦 你知道嗎 買衣服的那種塑膠袋 之前都會買衣服 買衣服都會給我帶 然後就是這樣啊 好我們來 這樣 蠻特別的 有人會這樣嗎 請告訴我們 就很像去雜貨店買東西 交往之後我就很開心 因為對你來說 你就一定會背包包 雖然你不喜歡帶包包 但是包包對你來說就是點綴之物 對就是點綴之物 所以你會背一個漂亮的小包包 那我其實基本上東西也很簡單 幾乎都是放共用的東西 比如是空虹 就我們兩個會挑一隻 然後我們會有共用的卡片 其實我們所有卡片都一樣 除了身份證不能共用以外 對 錢包就是帶一個錢包 然後鑰匙一起的鑰匙 對啊就其實什麼都是一起的 對啊 所以我很開心就是 你喜歡點綴之物這件事情 就還是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對不然我們兩個人 就會再提一個塑膠袋 但是千萬是不要 下一題 我們的私密保養時間 請問單身與非單之後的差別是如何呢 我們那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們在群組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群組感情突然蠻好的 大家就喜歡開群體的視訊 我們真的開視訊之後 又到了我們擦乳液的時間 那邊擦乳液邊擦邊聊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人表情很奇怪 他笑得很詭異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笑那麼詭異嗎 因為我覺得就是大家大概已經視訊10分鐘了 我覺得已經過很久我認知的擦乳液的時間已經過了大概 就算擦個兩三次都已經擦完了 你還在擦乳液 我真的是不懂耶 幾乎的每一寸都要好好的擦乳液保養 這時候就一定要說 私密保養時間 已經現在跟你過去的私密保養時間差很多 你想想看那時候 10分鐘都在擦乳液 而如今呢 我猜你的私密保養時間已經大不如前 包括很多步驟應該都被你省去了不是嗎 其實沒有 只是我在你看不到的學會用耶 就是你專門上看影片的時候 我就在床上擦乳液 我不知道我擦多久 但我覺得你10分鐘真的很誇張 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他推薦我一個什麼眉毛的東西 然後我就每天用 我以前就是會一直弄眉毛啊 然後我除毛也除超細 我一定要說有多細 連手指頭的毛我一定會除掉 我更誇張的是腋下的毛 我就用拔的 很痛耶 長藝毛子開始 我就用拔的 所以其實我的一毛比一般女生還要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服 反正就是私密保養時間差很多啦 那我覺得是因為設備也有差 以前就是要嘛用刮的 可是我知道為什麼不用刮的 因為刮的大家都知道毛會變粗 一定會 就是你刮的時候你這樣子摸過去 就會有時候 我稱之為阿兵哥毛 就跟那個平頭一樣你知道嗎 摸過去就是這樣刺刺的 而且看起來也會比較黑 但是現在呢就要隆重介紹我們的乾媽 Ulike脫毛儀了 Ulike藍寶石冰點脫毛儀有先進的醫療 IPL脈衝光技術 把醫美診所的脫毛技術家用化 他的機身只有比手機大一點點 周納攜帶都很方便 像是外面醫美雷射除毛的樣子 那只是說外面雷射除毛儀是大約是兩三千 這個呢就是讓你在家裡可以自己除毛 而且它因為 特殊的藍寶石冰點頭啊 它可以讓體感溫度維持在10到30度 我直接跟你說啦 我看你這個手毛都還在 你還沒有用過 因為你只忙著擦你的乳液 我剛剛說我是很常在除毛的人 其實這個我已經用過了 這一台就是真的你在除的時候啊 你會感覺不到 因為你有做過一些皮苗或什麼 都會刺刺刺那個雷射的那個 它也會刺刺刺 可是就是因為它冰冰的 你就是聽得到那個聲音 可是你感受都是冰的 你可以理解嗎 耳朵跟觸覺有不同的內容 我懂那種落差 就是靠這個 你現在摸我的 就很滑啊 你都不除完都很古溜耶 對不對 我覺得它就是跟刮毛差非常多 我們現在就來除 接上電源 側面的開機鍵 按下去 然後選擇你可以接受的級別 如果是第一次用的話 建議是從第一集開始 後面再慢慢調整成 自己可以接受的強度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它裡面其實有附一個刮刀 就是使用前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先刮好你的毛 替毛錢要記得保持皮膚的濕潤 這個跟雷射除毛是一樣的步驟 然後呢 濕作的人記得就是要戴一下這個 裡面附的墨鏡 因為這個光線對眼睛有傷害的 沒有鼻樑 好 這個燈頭的設計很貼近皮膚 這樣脫毛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開始脫毛囉 其實這個在家裡也可以自己戴 墨鏡自己使用 但是因為我老婆可能覺得 她幫我除的比較漂亮 那因為呢我老婆對於除毛 是非常非常興奮 跟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就好吧 就不跟她搶這個樂趣了 欸妳現在感覺怎麼樣啊 感覺冰冰的 是不是還不錯 還不錯我覺得剛剛刮毛的頭髮 有沒有覺得我很認真 有我覺得妳非常認真很可愛 妳先幫我除前手臂啦 前手臂在哪 這裡就是前手臂 不是已經除了嗎 都除了嗎 我跟你講我是無死角這樣子 一塊一塊的除耶 喔妳很棒耶 真的啊 但是如果你這邊也要除的話 就要翻過來給我除 我老婆喜好 真的是很特別 她非常喜歡除毛這個環境 我喜歡做那些就是 重複的事情 然後可以讓我專心做的那種事情 擠痘痘啊 擠粉刺啊 除毛都是我老婆特愛 那妳另一手需要我幫妳除毛 沒關係 喔妳真的是很冰耶 就妳兩隻手 目前是有溫差的 對 分享一下妳的心得是怎麼樣咧 冰冰涼涼的真的 不太有什麼痛感 妳之前做雷射的時候 啪哲下去應該會 整首都會說用橡皮筋彈 我可以理解妳說有聲音 但是不會痛的感覺 對就是這個感覺 此生未有這種感覺過 聽到會跟感受到的不一樣 聽說效果也是 妳摸我就知道 我這個真的就是效果 就是很細緻啊 其實我中間有給妳看過 我就說是不是沒有阿兵哥毛 免令大家單身與非單的前後 不要有這麼大的差異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好好做保養好不好 所以這個呢其實也很適合在把腳毛 一毛通通都除乾淨這樣子 不想要的那些毛通通除 對 我自己其實有一兩根就是比較粗的毛 我真的只有兩根很韌性的毛 牠們就長得特別粗 你知道嗎 不要用You like拖毛 對付牠們兩個 好啦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錢掛的部分 單身與非單有什麼差異呢 單身時候的娛樂性質的花費 就會花得比較豪邁一點 就是會想要存錢 但其實就像我說的那個 因為存不起來這樣嗎 嗯 為什麼 假日會花太兇 又回到我們第一大題的部分 就是一到五努力的存錢 賺五天然後花兩天 然後就月光了 對 兩天揮霍足以 活該辛苦一到五 但快樂啊 應該是蠻快樂的 然後現在的話 因為花錢比較精緻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存錢 就是其實蠻在刀口上 就是你很知道你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你就只花那個 因為其實有時候 跑趴或跑什麼時候 你會有一些期待 但其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想說 啊 錢花下去至少 有希望 可以得到一些快樂 就是賭博心態 有這種心態 就想說 反正就是去就對了 就是有去有希望那樣子 可是現在就會覺得說 我知道我現在是需要休息 我知道我現在是要去 怎麼樣的旅遊休息 你就會只focus在這件事情 可能一個月你只去那次旅遊 但你就覺得一整個月確定就夠了 這種感覺 對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單身這樣玩其實也不錯 其實我覺得那是那個年紀 那個年紀跟那個狀態 會有的活力表現 對啊 就是像現在我們心態也不會是想要這樣做 因為你就覺得 你有固定下來 你就不太會想要花錢 然後去多認識別人 想要有什麼 特殊發展的期待 現在就比較不會 心態不一樣 然後 我還是會想要去那邊 就是田一圓然後瘋狂 對就是 直接在旁邊邊緣 自己在那邊嗨 然後那些想要就是認識別人 就會在舞池比較中間 對對對 然後存錢 也是啊 存錢就是我們會講好 比如說我們要一起組建這個家庭 我們就會講好 那就是多存一點錢 我們節稅一點 不然你說是房子怎麼來的不是嗎 其實我們是有計畫性的目標 那時候我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 我要買房子 其實我們在金錢上面都各司其職啦 對 我會有一個強制性的做一件事情 就會說 這個有剩多少錢 我就會強制說 剩下的錢全部回到某一個戶頭 也一個很強迫症就是 我要那個戶頭 錢越來越多 數字要變高 強制性的存錢 對我就是負責分散那些成本 你會分配錢該花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給你要儲蓄的錢 你就會把錢給我 對 我們就會配比說 那這樣的話存多少好不好 那你就會說好 我就會把那些拿走 你不覺得我很強力在執行這件事嗎 對我就很好啊 也因為你的強力執行才有機會 存到同期款 你知道這樣每個月每個月 如果你都有固定存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存起來的錢其實是不少的 勉勵各位好不好 當花則花 我以為你會下一句 我原本想要講 但我覺得算了 就是當花則花 你開心就好 因為 就只是錢的形式是變成 存起來的數字 或者是說 獲得開心 或者是你因為這樣認識很多人 你有你的人嘛 我覺得都是好事 其實我覺得都是好事啦 好啦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囉 關於單身與非單 大家還有什麼特殊案例的分享嗎 歡迎跟我們分享 然後不要忘記要好好保養自己 所以這一台除毛 女生啊愛漂亮除毛 特別真的是很建議大家 使用這一台優待拖毛 因為你們會有不同的感受 摸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那相關的資訊 我們也放在影片下方資訊 讓大家可以去了解 更多產品的相關訊息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一下 分享 想要說掰掰 掰掰 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你們單身與非單的差別 照片 我們來烏 Till symp呀 你ビjc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